我們今天會持續在那邊監督 我們的權益絕對不能被犧牲 只要任何一個委員 出賣勞工的權益 讓今天 禁負惡努或者交付黨員先上 他就是歷史的罪人 他就是砍家立委 剛剛念的這幾個名字 他就是砍勞工期間這樣的罪人 他就是對不起台灣全台灣900萬的勞工 我們會在這個地方持續的監督 並且直接的發聲 來要求 今天千萬不可以破破這樣的一個爛案 要求勞工權益絕對不能被犧牲 那我們的這個抗政朋友 我們可以先在這邊坐下來 然後 對 就現在自貨環境 學師的代表已經進入第四十八個小學了 我想我們的意志很堅定 我們這樣沒有被保住之前 我們絕對不會放棄 我們今天來講爵士的很多人 長期投入這樣的一個抗爭 有資深的公務代表 有年輕的學生 有第一線的組織工作者 有第一線的勞工 我們訴求很清楚 黃火七天國零假日 民進黨政府立刻撤爛 只要撤爛 集裂家就被保住 爭議可以繼續再慢慢來討論 只要你們強度關山 勞工的人就被犧牲 我們的爵士代表 只能被迫長根早起 我們要說明清楚 固然我們對民進黨 早就沒有抱什麼期望 但是不代表你們可以隨便欣賞我們的勞工權益 不代表這個社會上只有資方只有財團 才有發生的權利 九百萬第一線的勞工 才是這個保護上真正的主人 沒有真九百萬的勞工 我們沒有辦法生活 沒有水沒有電沒有食物 什麼都不會有 不會有你們接去立委 可以來照顧我們剝削我們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的指出 勞工才是這邊的主人 勞工才是台灣的主人 這一拳要剝削我們利益的 剝削我們權利的立法委員 不配搭我們的代表 不配搭我們的國會殿堂裡面 不管你們是用什麼 黑箱作業 換會議事 假裝是主席 再跟他報告 按照明法很清楚 委託代理的行為 要有委託書作為要事 沒有委託書 委託行為並沒有生效 很清楚 現在 柯建民真的以為他是皇帝啊 以為他真的什麼都可以當啊 總召也可以下來當委員長 也可以當主席啦 國家的法律是可以這樣給你 隨便來操弄啦 我們要告訴他們喔 只要你們感動我們一天下 我們一定抗爭到底 只要你們欣賺我們一點點的權利 我們絕對不會三把難休 台灣的勞工 不是這樣子給你們來哄騙的 台灣的勞工 雖然辛苦 但不是白癡啊 台灣的勞工 很清楚 什麼才是我們的利益 什麼才是我們的正義 我們要的 就是要終結這樣的剝削的經濟 我們要的就是我們的工作時間 要合理的下降 我們要的 是維護我們法律的 本來就有的十九天下 如果政府 去年到今年 勞工的法定公司 從雙周巴士公司 變成單周四十公司 勞工的公司 實際公司真的有下降嗎 我們第一天的勞工感受不到 我們第一天的勞工還在加班 統計數據也反映出來 所謂的 所謂的 修擋法定公司 實際的效果 不到兩成 該加班的還是要加班 沒有加班被的還是沒有加班被 被老闆凹出情 被制約加班的 還是繼續在工作上做 所以不要在那邊打假球 不要在那邊模糊焦點 是國定假日的 就還回國定假日 要中休二日 就真的中休二日 要縮短工時 你就非得要拿出這些 應該要的措施 沒有什麼叫做 縮短工時 砍國定假日 這樣的一個荒謬的做法 這只有在獨裁國家 才會欺騙人民 欺騙老公的做法 我們不允許它在台灣發生 我們要一兩頭 我們決定代表 結果第四八頭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絕食 工人絕食 民進黨砍架 民進黨砍架 工人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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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今天一起幫你清楚 民進黨車案 民進黨車案 還我七天駕 民進黨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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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七天駕 只要他不要在臨時會 強度關山 只要他在激勵和停止在臨時會的一切討論 不論是行政院 不論是現在他們民進黨黨團 都有絕對的權利 讓這樣的一個憾事不會再發生 他們都絕對有力量 能夠不用再犧牲我們老公的權利 我們的決制代表人 也才能夠安心的回到他們的工作場所 不用犧牲他們的時間和心血 跟他們的身體 來換取我們最為國最基本的權利 昨天 我們 八位決施者 和所有參與者 一起到了行政院前面 要拿我們的陳情書 行政院 開了他們的勞動處 處長 把所有付出來 一出二的時候 他躲在陳情警力背後 完全不敢 站在我們的部條面前 面對我們的八位決施者 我們問他 你到底在怕什麼 問他問了好幾次 最後 他終於在陳情警力的保護之下 走到了我們的部條前面 結果 我們只不過問他說 你知不知道 行政院 只花了三天的時間 就 犧牲了全台灣勞工七天的假期 我們只不過這樣問他 他竟然 轉頭就走 如此的傲慢 我們要說的是 在近五年來 台灣平均每五天 就有十一位勞工過勞死了 在這每個統計數字的背後 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的是 每一個背後的家庭 和難以挽回的生命 但是 是面對台灣工時過場這樣的問題 國民黨和民進黨 他們的方案 竟然都是 砍掉七年的國定假日 並且 讓休休的日 變成所謂的一例一休 什麼叫做休息日 休息日 完全不在於 不在勞基法的規定裡面 它是民進黨 行政院 勞動部創造出來的一個假日 這個假日 幹什麼用的 這個假日 就是為了讓資方 可以任意的 叫勞工 在休息日的時候加班 我們要說的是 為了改正七天假 為了叫勞工出來加班 政府先騙工的說 工人的休假 比公務員還高 接著說 砍價 是勞資的共識 最後 說工人的休假 不和轉型正義 而這工商界的大佬 我們看到工總 商總 他們也在媒體喔 大媽說 工人休假 會要千夜倒閉 還說工人休假 還說工人加班 有意 身心健康 這麼荒謬的說法 我們看到台灣工人的限時是什麼 限時的狀況是 台灣的工時指全世界第三高 我們知道 我們知道 如果不真正的縮減工時 我們看到的就會是 在未來 更多的工人 面臨過勞 更多的工人 要不斷的加班 才能夠養家活口 這才是我們看到的現實 那我們再一次 要你砍一號 民進黨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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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開! 還我去天下 還我去天下 民進黨開! 還我去天下 我知道 民進黨上臺不過兩個月 一方面 用極有馬消耗的方式 來鋪隔了這麼發言權 現在 又有這麼卑鄙的方式 要強行通貨 砍價 以利休的這個公司正常的法案 民進黨到底跟國民黨有什麼差別 有差別 他們更會包裝 他們更會用這種技巧性 卑鄙的手法 把勞工的方式正常 兩個月以來 甚至從去年到現在 我們勞工團體不再向蔡英文訴求 勞工團體也在勞工部行政院 要求民進黨來跟勞工團體對話 但是民進黨不再沒有跟勞工團體對話 甚至在外發表 勞資已經達成共識 共識在哪裡 我們也要求支發這個政勞工全力 拨去勞工全力這麼久 獲得了歷屆政府支持的支發 來跟勞工團體變成 憑什麼GDP一直增加 但是勞工的實質收入卻一直減少 有多少勞工在工作職場上猝死 有多少勞工因為太過疲累 而發生風潮時災 民進黨這個號稱要點亮台灣的政黨 到底點亮了誰 兩個月以來跟資方總總總會念了多少次 點亮的就是這種資本的霸權 勞工要經濟上的轉型正義 到底在哪裡 今天在裡面的民進黨 為黃偉問了這些立委 我們要喊給他們知道 勞工團體在絕食 要以命來遵取最基本的攻擊爆炸 要以命來換取全黨和勞工 在民進黨親自靠私的狀況下 保證我們基本權益 我們太阿海一個一個點名 在現實上的隊員 用這種卑鄙的手段 要來繼續保險勞工 曝光 無以命 無以命 揚揚 無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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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智一 無以命 無以命 全體 無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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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瑜 陳曼廷 武漢瑜企 武漢瑜企 快車臉 各位 不要硬改 比拼到拓案 往我去的车 比拼到拓案 往我去的车 比拼到拓案 往我去的车 我们知道今天外国的原位 只要一开会 一通过这个开会的程序 国际进步二组 就是延号进步二组 所谓的草野协商 根本就是民进党 非常清楚的包装 玩这种形式上 程序上的游戏 来包装民进党 占了全面的执政 要全面亲自的这种 卑劣的方式 我们要求民进党 立刻车 民进党立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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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绝职的到现在 已经绝职了48小时了 从第一天绝职开始 我们刚才从7月19号开始绝职 而我们知道 在1984年的7月19号 刚好就是劳基法三毒通过的时候 非常地讽刺 在这么多年之后 同样在7月19号这一天 劳工竟然必须靠了绝食 来要求休假 要求休息 要求降低工时 从1984年到现在 2016年 台湾的GDP 增长了7-5倍以上 而台湾的资方 因所税也从25%降到17% 我们看到了许多的资方 都得到了武术的利益 我们看到远东 多出了一条高速公路 我们看到台座的王家 有一个六星的王国 我们看到长龙 张龙八 还有一个广大的海运的 风运的版图 可是我们台湾中人 这么多年以来 我们得到了什么 我们只从一天的利假 直到现在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民进党 行政院 劳动部 竟然只打算修法 变成一例修而已 而且 就只为了多修 这一天的休息日 还得被砍掉 7天的国庆假日 我们还是要问 从这么多年下来 台湾的劳工 每天为老板 卖命的加班 冲造出资方金额的利润 究竟工人到底赚回了什么 我们看到这几个新闻 我们看到 游览车司机 别去上班 上班的八天 在东西公路上 装木栏 我们看到之前 副理师 过老子 我们看到 刘差 过老子 我们的劳工 为了要维持 一家的生计 为了 赚到更多的薪水 我们的持续和家人 相处的时间 甚至 持续了自己的心命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老公今天要站出来 这就是为什么 这八位 爵士者 今天 要在这里 用爵士 做出 最沉重的讨议 我们要说 今天 在委员会里面 林淑芬 稍微 跟着这部赛场 这是一个 违法的会议 我们故意 民进党 不要 一错再错 我们刚刚有说到 在国民党砍架的时候 选举前 国民党砍架 七天下 他还装如作样的 开了 三十几场的 劳资会议 虽然 我们知道 那都是假的 但是 没有想到 民进党正确 只花了三天 三天 就决定了 劳资 砍掉劳资的 七天国际假日 民进党拗败 民进党上台之后 完全不把劳资 放在眼里 眼里只有资方 只有工商大老板的利益 民进党如果 进去选择 和资方 和大老板站在一起 我们劳资 我们绝对 绝对会坚持下去 绝对会抗战到底 我们现在 再来喊 民进党谈架的 这几个立委 刘宪宫 不要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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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宫宫 不要赢了 刘宫宫 不要赢了 刘宫宫 不要赢了 宫宫宫 不要赢了 宫宫宫 不要赢了 宫宫宫宫 不要赢了 全民不要硬干 无疫情不要硬干 无国内不要硬干 总统兆不要硬干 民进党车案 民进党车案 亡我齐天下 反对于利休 大家好 前阵子劳动部长郭芳玉在上节目的时候 被主持人问说 现在有很多劳工 加班就拿不到加班费 也没有办法拒绝加班 或是拿到很低的加班费 那这样子的情况要如何解决 郭芳玉回答是 我们现在劳减不足 劳减不够强 我们要加强劳减 一例一休通过之后 国际假日被砍七天之后 我们会加强劳减 可是请问郭芳玉部长 为什么要在劳减没办法落实的情况底下 就通过一例一休 就通过七天假被砍掉这个案子 今天民进党在急什么 他们到底在急什么 他们急的是要在9月28号 这个国际假日以前 把这七天假砍掉 他们担心 劳工一旦翻到9月28号 就发现下半年 有五天的国际假日 都会被砍掉 一年当中有七天的国际假日 以后都会被砍掉 他们怕劳工发现这个事实 然后一直用一例一休 只讨论一例一休 不讨论七天国际假日被砍掉的方式 来放烟雾蛋 让大家去转移转移视线 转移目标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 要呼吁民进党的立委 不要硬干 今天民进党的立委 在选举的时候 有没有告诉你的选民说 我们是一个会硬干的立委 我们是一个会进一步 快两步的立委 我们是一个会跟 释放妥结的立委 我们不是一个进步的政党 我们是一个妥结的政党 反正政治就是妥结嘛 那你们要告诉你们的选民说 我们就是来妥结了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在这边 一样喊民进党立委的名字 要他们不要硬干 不要硬干 不要硬干这个法案重播官 不要硬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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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燕 黃修芳 吳國瑜 陳曼妮 吳玉琴 中同道 陳建平 民進黨車案 換我七天下 民進黨車案 傳我七天下 我們先請信凱廣絲 他特別來這邊 Сегодня還有其他的行動他現在特別來這邊聲援我們 李次長 大家好,我是辛亥瓦斯公會理事長 今天我們所有以兼事幹部都來這邊聲援 我們堅決勞工一定要收修 那我們支持他們的絕拾行動 今天立法委員一定要出來講清楚 他們到底要怎麼修 也絕對不要逃避 我跟大家去喊個口號 反我七天下 反對於立休 反我七天下 反對於立休 大家加油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辛亥瓦斯 來跟大家再報告一下現在裡面最新的狀況是這樣 魏懷委員會的召開會議是期在巴黎 但是呢在剛剛我們開記者會的同時 這個因為李主任不在嘛 所以他沒有辦法沒有召委沒辦法召開會議 所以柯建民在沒有辦法拿出任何委託書的情況之下 民進黨的所有立法委員就退到520這間會議室 他們說他們要召開黨團會議 那大概在10分鐘以前 522 502 502會議室 在大概10分鐘以前 在大概10分鐘以前 我們的勞動部部長郭方鈺 如果他今天是要來參加整個這個立月的進行 他照理說 他應該進去到801這個衛環的委員會裡面 去等待衛環看是召開還是不召開 但是郭方鈺呢 就進到了502會議室 同時 這會議室呢 是不讓任何人進去 所以不讓其他人進去 所有記者都在外面 那就有這個應該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就是敲門 請他們出來 但是呢 現在在這個502會議室裡面 我不清楚他在裡面進行什麼樣的事情 那我們也非常擔心一個狀況 就是說 他們會不會 以他們人數的優勢 就是就在裡面宣布他的召開 所謂的委員會 要把撤七天假跟一立一休強行通過 那現在的狀況是我們 因為立法院已經這個整個過程可能會多非常非常的長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讓大家稍微休息一下 因為我們從8點多到現在 我們已經在這邊兩個多小時 現在大家非常的累 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去大概再了解夏立法院已經進行的狀況 如果有什麼新的發展 有需要做什麼動作 我們會再跟大家說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要討論一下 是不是讓學士姐坐在這裡還是回去那邊 因為 呃 就是 可能配合趕會賽進來 那我怕大家會太辛苦 所以大家先休息一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這怎麼比較穩的話 那他去開門那個比較穩 我也還是比較穩 啊 不過我他講比較穩大 我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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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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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 他們回來了 對對對 他那個要錄影的東西 應該是放在兩發那邊 對 對 這樣錄影的 這樣錄影的那個 看胸子不發在兩發呢 我告訴你 發電線會先走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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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車子那個下面就好 對 對 那車子下面就好 那車子下面就好 那是 那是 那車子下面就好 那車子下面就好 沒有啦 來 現場有人需要耳塞嗎 我們就有多準備一些 不會 不會吧 好 是 你看他會多的瘦嗎 可能會是這樣子 欸 現在 我覺得是那個 有線麥克風的問題 這支有嗎 有 有 我覺得 欸 是有線那一支的問題 你願意擦那一支 不要是有線 不要 不要 上啊 好 民氣檔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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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欺騙一下 還我欺騙一下 民氣檔車 民氣檔車 還我欺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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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剛剛只是測試而已 测试而已 他这种可以吗 好那我再等一下 等一下我喊两次 民进党撤汉还我七天降之后 我就会开始喊 这些民进党会还委员会立委的名字 我会喊刘建国 他喊刘建国不要硬大 他喊不要硬大 这样子 好了 好了 可以啊 民进党撤汉 民进党撤汉 文化双清洁 文化双清洁 民进党撤汉 民进党撤汉 文化双清洁 文化双清洁 保安元 忘文 忘文 保安元 明天之間 保安元 保安元 谈 asse 保安元 保安元 防正寛 防正寛 不要一架 我要一架 無参入 無参入 不要一架 我要一架 采花蜜 采花蜜 不要一架 我要一架 無一筋 我要一筋 不要一架 我要一架 共同兆 共同兆 不要一架 共同兆 共同兆 党人 共同兆 民造民 共同兆 共同兆 民主党搬牙 民元は占拠 民間や占拠 合 AND 民間や占拠 共同兆 共同兆 大畔常典 民進黨喊嚇 民進黨喊嚇 公安全職 團員全職 民進黨喊嚇 民進黨喊嚇 永喇iling 亡者喊嚇 則嚇 緊張 柳宇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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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看過 柳宇滾 但突然離開 柳宇滾 柳宇滾 黃嘴巴 是不是就嚇到 哈哈哈哈 � 묽 ні 讓他嘲 cin 現在柯建民回到801 然後再說是不是給大家更多討論的空間 然後建議說今天要暫會 那這個林靜現在要看直播 如果確定之後我們就看一下 暫會了 暫會了嗎 柯建民再幫你講 今天也不會玩 沒有開的位 所以沒有手會有手 沒有開的地方 沒有了啦 樓上的人帶什麼東西 難怪你們自己再看一下 那時候還會帶什麼 那邊有 我怕他們會輸出來 沒有沒有帶有三就不會 真的嗎帶有三要好一點嗎 那你放那邊 好先放一枝好了 不尊敬 終餐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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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今天我在委員會裡面 遞到有人無理頭的在謾罵裡出份 我聽不下去 我很難過 搞不清楚狀況 一個執政黨的委員需要多強烈的道德友記 才可以扛得住這種壓力 我希望今天在外面 所有公會的朋友 所有未老公權利捍衛的朋友 要還林委員一個公道 他今天沒有來主持會議所造成的結果 就是沒有按照習政院他們的計畫闖關成功 這是我們要的 這是我們要的 所以我要拜託大家 今天最高的肯定要給林祖恩委員 他扛住的壓力 如果有任何人 在衛環委員會 在那邊謾罵林祖恩 所以他不負責任 過來開會 我大概只有兩件事情要講 他不是搞不清楚狀況 就是想要配合資方爆水 他不是搞不清楚狀況 就是想要配合資方爆水 我大概要講的就是這個樣子 那我相信時代力量整個老金髮的版本 各位朋友都看在眼裡 我們也願意接受檢驗 大家如果覺得還有改進的必要 我們也虛心的明定 他要怎麼樣子修正 但是最起碼 過去這幾天各位的辛苦 我相信整個台灣社會都看到 所有勞工沒有也看到 那時代力量就我們今天在意識上面 所做的堅持 跟這幾位令人合計 公會的幹部為勞工權益 站出來奮鬥很前輩 向你們致敬跟你們報道 謝謝 請問委員 民進黨有可能再次召開這個會嗎 依照我現在只講合法的程序 我先不講那種 完全不講理 也不管議事規則 要去開一些到七八道的會 如果按照我們現在的議事程序 跟議事規則 他不可能再做這件事情 那今天在最後結論的時候 民進黨的總召柯建平先生 他有在上面講一些話 那個意思是說對立師會 就不會再處理勞基法這個議題 那他們願意再多多多 那我們希望做到的事情是 在正式的下個會期的議程 正式開始的時候 如果衛環委員會要去審勞基法 我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前途 那個前途是一定要先開公立會 因為衛環委員會實在很化妝 這麼重要的法案 從來沒有以委員會的名義 開過一次正式的公立會 清拼這麼多勞工朋友的行程 這是我們沒有辦法接受的 那其實我昨天也有跟各位報告過 我們今天的第一個 就是堅持程序合法 堅持程序合法的話 我們第二個戰線就是會要求 他們要依法召開公立會 讓所有勞工朋友都有機會表達心聲 就是委員會的討論跟審議會的機場 要不然就是委員會的討論跟審議會的機場 要不然就是委員會的討論跟審議會 這樣可以拿 好 謝謝 謝謝審議會 但是我們也要提單說 雖然實力版本是以特休版 是增加特休 但是這個必須要考慮一件事情 就是台灣一般勞工的特休獎 真的不見得到的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 今天在版本裡面 是否可以捍衛台灣勞工的期間 我想也請詩佳麗 再好好考慮一下 好 謝謝詩佳麗 那我們接著請國美長 國美長的黨團也來說明一下 剛剛的狀況 我也再次先跟在現場 所有勞務界的代表好朋友 告一聲大家辛苦了 今天曾如剛才所其他委員 跟大家說明的 今天暫時沒有討論到行政院的版本 但是我必須要強調的 民進黨在立法院的絕大多數 他仍舊有機會 把行政院一生一律的版本 直接進步二讀 而跳過委員會 他可以多用手 所以我想 共民黨的版本 已經在7月13號 已經通過一週二日的版本 直接已經到院會 已經到了院會了 所以在這邊我們還是要特別的強調 我們會堅持國民黨團已經審完結束的版本 跟所有的勞工界朋友站在一起 過去我們可能有很多國民黨團 有很多需要再重新審視檢討的地方 但是這一次國民黨的版本 一週二日其實是非常明確的 另外我也希望特別把國定假日紀念假日 十九天的國定假日更明確化的提高他的法律位階 也就是未來不可以用實行細則的方式 隨便偷掉所有勞工朋友們應該有的假期 一旦他法律的位階提高之後 隨便要偷掉他的假期 勢必要送到立法院重新再來審視 這個是我在今天本來希望如果有機會開會 我的修正功力 我的修正功力 我也會拜託國民黨團的成員也協助我支持我 如果到時候一個月之後 柯建林總召希望直接進步二讀進入這個草野協商的話 第一一週二日國民黨的反動我們會堅持 另外一個提高十九天法律經驗教育的這個法律位階 我也會堅持到我個人也會堅持到你 我也會拜託國民黨團成員協助我堅持到你進入協商的版本 我想這個是國民黨到目前為止 針對一週二日國民黨團的意見跟看法 加上我今天的修正正義我會一直提出來 我們也會跟所有勞工界的朋友站在一起 也跟大家說過去我們有需要檢討的地方 但是對於一週二日這個版本我們是很明確的 我們也不容許其他的朝野黨派在模糊其他的焦點 也再次跟大家謝謝大家辛苦了 謝謝大家 好各位勞工界的朋友 我要講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今天面對今天這樣子的狀況 我覺得剛剛黃國昌委員他的講法其實是混淆視聽 來到今天零食分變成了受害者嗎 這真是天大的笑話 今天要不是他是趙偉排了今天的這個零食的議程 為什麼要開會 今天他沒來 我們怎麼知道說他不是因為抵擋不住壓力 在唱雙簧 更不要講說我們今天早上 其實我們昨天晚上也來味道我們節食的勞工朋友 我今天我們來八點半也到我們到了上面 他們是霸占主席派 看萬一是讓今天會開不成 但是開不成的結果是什麼 就是禁戶二毒 禁戶二毒就是讓我們也沒有辦法 讓我們的在座的所有在靜坐絕食方面的勞工 能夠到上面去講他們的訴求 今天面對這樣子的狀況 不管是時代力量或者是民進黨的委員 都還在偉堯視聽在闖雙簧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的悲哀 今天我們國民黨站在勞動還有清明黨 我們其實都站在勞工朋友的這一邊 我們已經通過的在委員會已經通過的 就是一修二令的版本 我們希望能夠進步二毒跟三毒 今天我覺得我們是革命上位成功 同志仍需努力 大家不要被他們分化的伎倆 去破壞我們的團結 謝謝大家 OK 像這位講的 革命上位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但是我不知道 我們跟國民黨如何進行廣結 以過去的歷史來看 我們這個必須要講 一日一休也好 這個休息日的概念 國民黨是在操作 這個周休二日 以40公尺來假裝是周休二日 其實陳雄文就在做 七天教育砍料 陳雄文是醉魁獲的 國民黨過去壓迫台灣的 跟政商關係好的人 一起壓迫台灣的勞工師 其實大家都是有公共的 我們並不是說 現在國民黨就是註定的 要來欺騙勞工 要來出賣勞工 但是我們真的不樂見 國民黨繼續重蹈過去的覆徹 所以我們會來一段檢驗 我們剛剛誤條寫得很清楚的 七天下 七天下要不要還給勞工 要不要真正落實 真正的周休二日 這是我們勞工 血量也是要看的 所以我們這邊呼籲國民黨 如果真的要在勞工這邊 就把七天下要給我們 掌聲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去看下去 好 接著我想請七明黨黨團 有到現場 我想跟大家說明一下 各位勞工朋友 然後我是七明黨的 立法委員陳雄姐 那今天代表七明黨團在這裡 因為雖然七明黨在 問完委員會其實是沒有委員 但是其實我們對於勞工 全立法會其實 你們其實我們也都聽到了 那基本上我們在這裡重申 我們就是支持要反對 就是刪除七天下 七天的國定家人 王蓋勞工 並且多轉工時 然後支持勞工全面周休二日 那對於今天 民進黨的委員 沒有來召開會議 以及實在力量 到站主席台 不斷的在說明他們五點半就在那裡 其實這樣的一個做法 我們其實是不能認同 因為這個不是政治作秀 也不是政治非得 所以真的要讓會議召開 讓這一些可以討論的事項 可以在委員會大家實質整盛查 這個才是真實的維護勞工的權益 所以對於他們這樣的一個做法 其實親民黨其實是非常 給予非常嚴厲的譴責之外 其實是非常的不予認同 那因為在這裡我想跟老公 各位張家大姐 再跟你們報告一下 親民黨的整個政策以及做法 因為剛剛有提到 是真實的要維護勞工權益的話 其實還要有相對的配套措施 那在這裡就是容許我們 就是建於這個局的機會 跟大家說明 可以嗎 就是說 稍微 對稍微 就第一個支持收短法定的工時嘛 因為我們要公視勞工過勞的那個問題 第二個就是支持勞工全面周修二定 而且進化實施 七天假的 對 七天假我們也是反對 就是說一定要把這七天的 國定假二日就是還給勞工朋友 好 那所以呢 親民黨黨團體出勞動基準法的 第36條修正 除了明定勞工週休二日假日 包括74條跟79條的吹哨者條款 我們都有給予一定配套措施的一個修正 那在這裡就是跟各位 大大大姐報告 也希望就是我們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來捍衛勞工的權益 謝謝大家 好 謝謝親民黨黨 但是我們必須要問 大家講說 要進入時審查 但是我們也知道 今天 民進黨在大多數的 佔多數的狀況下面 所謂的實質審查 不過就是讓民進黨完全 完成他正願法的一個程序而已 所以為什麼我們今天提的訴求 叫做民進黨策案 當然親民黨黨團團 沒有辦法決定民進黨要不要策案 但是我們認為說 在民進黨不策案的決定下面 這個會其實根本不應該開 所以某方面來講 我們認為說今天以程序問題來打住 我認為我們某方面認為說 臨時分委員 確實做出了一個重要的決定 希望在委員會能夠把一休一地 其實我們剛剛所說的說法 是希望在委員會能夠把一休一地拿來討論 而且是把它刪除的 是不要討論的 我們的重點是在這裡 因為如果說真的 其實這個草野協賞 這個今天要讓委員會開這個會 是經過大家草野協賞要開的嗎 所以逃避不是問題 你還是要來解決 而且如果你真的反正一休一地 那張偉就應該在現場 大家把這個東西縮結掉 這個是親民黨人的立場跟態度 那希望大家能夠理解 然後也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民進黨就人多 怎麼決定可以 所以啊 他們要出來表態嗎 我們說就是 你不在逃避 你要出來表態 好 我想我們今天見證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勞工的力量在外面的時候 我們今天八名絕食代表 已經絕食了第49個小時了 當勞工必要在外面的時候 不管是民進黨 是民黨 公民黨 時代力量 我們其實 我們就要來看 到底誰願意真正的站在勞工這邊 不管是程序問題也好 不管是實施進入到 我們裡面的議案 誰可以真正捍衛住勞工的七天下 讓我們真正落實週休惡例 他就是真正在勞工的來信 不管怎麼講 我們到最後可以看到各黨團 他到底是否真正支持我們的訴訟 所以今天 某方面 我們可以看到 當勞工必要在外面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整個政府 民進黨政府也好 各地的委員也好 看到說 我們絕對抗爭到底 對不對 所以接著 下午兩點半 我們會在立法院的大門口 劉石棟前面 開一個正式對外的計程會 宣布說 我們下一階段 我們再來會進行討論 因為今天確定了 立院的未還委員會 他今天不招開了 照正常程序來講 這一次的臨時會 就沒有委員會 委員會 所以 而且 院會已經只有兩個案 一個案叫做 不大黨產條例 一個叫做 國營事業的預算案 所以 照一般常理講 這個臨時會 已經無法處理 勞期法修改案了 但是第一月是什麼 每個段落 老實講 大家都知道 變化不斷 所以待會兒我們自己討論 討論接下來 我們應該會怎麼做 下午兩點半的時候 會正式對外 拍一個記者會 宣布說 我們下一步的動作 然後 所以這邊是有會 可能到這邊先告一段落 但是我們這邊還是要來喊 民營黨車案 而且我們必須要把 這些民營黨裡面 會還委員的名單 喊出來 我們先來喊 民營黨車案 民營黨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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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我七天下 還我七天下 民營黨車 民營黨車 還我七天下 還我七天下 好 我們來喊這些民營黨 立委的名字 喊名字 然後喊 還我七天下 劉營黨 還我七天下 楊營 還我七天下 楊營 還我七天下 民營 還我七天下 林營 還我七天下 楊營 還我七天下 民營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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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架 民營黨 打架 公人絕食 民營黨 打架 民營黨 打架 公人絕食 公人絕食 文營